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由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哇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九点强强棍 哦 烧的哦 好吃 咦哈 开开开卡不叮叮 开开开卡不叮叮 全体集合 准备出发 跟着我坐上时光景 飘上微笑的白云 飞进幻想的童话林 嗨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晚安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酒吧新闻台的九点抢抢棍 我是九哥 我是点姐 很高兴又回来了 现在外面正在下着雨 而且雨是还蛮大的 所以最好的事情就是待在房子里面 听我们的广播 在我们这边的节目一开始 那个九哥必须跟点姐说个抱歉 因为在昨天的节目中 为了制造一些无聊的效果 九哥给点姐冲坑 所以她不会打垒球 对啊 点姐真的会打 因为她也是选中班队 表示她有一定的程度 而且我们还打到冠军赛 对 昨天是为了就是 打垒球事很抱歉 在那边跟点姐说对不起 没关系 好 现在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 这非常的精彩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 对啊 因为我们今天可是邀请了校长 来到现场哟 所以新一区的不外国小姐 小朋友要准备好咯 赶快打电话进来 因为等一下就可以打电 跟校长聊天 在跟校长聊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要学些什么 OK 为什么彩虹有几个颜色 为什么小狗汪汪叫 小猪咕咕叫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呀 麦丁麦丁麦丁 全部的答案都在抢抢棍百科全数 九哥点姐你们好 我是小莎 我最喜欢问人家为什么了 九哥点姐 我那天听阿毛说 外国有一本书很厉害喔 看完以后 把书种在土里 它会长成一棵树耶 哇 真的假的 世界上真的有可以种的书喔 老师说过 尊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 所以又要请九哥点姐 帮忙解答一下了 世界上真的有可以种的书吗 请九哥点姐告诉我喔 没错 世界上真的有可以种的书喔 不是这个点解发音不标准 甚至是种 就是种在土里的这个种 可以种的书 是书 不是书本的书啦 不是种书 是种书喔 在阿根廷有间出版社出本了一本 叫做《我的爸爸在丛林》的绘本 这个绘本是由真实的故事改编 从小男生的视野描述 爸爸在厄瓜多尔丛林里的探险故事 在这本书里面呢 不只教导大家要珍惜树木 要爱惜大自然 它还可以让你真实的可以付诸行动喔 因为当你看完书之后 只要把这本书种到土里 它就会重新长成一棵大树 哇 这真的太酷了吧 这本《我的爸爸在丛林》的绘本 除了采用了环保墨水之外呢 它的纸张里夹有植物的种子 所以当读者看完整本书的故事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把书留在书柜里面 或者你也可以把书种到土里 然后浇水啊 这个纸张在水里面分解 种子就会发芽成长了咧 最后这个书就会变成一棵树 只要你细心呵护呢 树十年之后 它呢 又会变成一本书 因为大家会砍树 便做成枝 再做纸浆 然后再回到你的手里喔 这次是太厉害了 我也想去买耶 不过小朋友要听清楚喔 不是你把家里的书 做到土里都会长出一棵树 对 只有这一本 这一本叫做 因为它里面有放种子 我的爸爸在丛林 叫小沙你知道了吗 知道 说到种树 你知道我们国家的植树节 是在哪一天嗎 1.9月9号 2.3月12号 3.12月24号 4.4月5号 耶 知道答案的 不爱国小的小朋友 可以打电话进来喔 我们的call in 专专政政事83693398 今天还是一样 会送您 入管红剧团流浪拱之歌2 等你的贵宾券四张 这个真的是很兴奋 因为等一下打电话 既然只要答对你 就可以拿到四张 好了 快点快 我等不及了 我们校园特工队要出发了 校园特工队 报数 1 2 3 4 5 6 你 你是谁 我 我是老师 你又是谁 我是校长 怎么校长老师都来了 在台北一城的东方 我们迎接早起的阳光 白墙 明昭红花 是过爱美丽的校园 你听到这个地方 应该已经嘴巴出来 真是什么国小了吧 玩着 玩着 书香 有远时想放红 要切心合理相伤 温馨故事长 今朝 今朝 大声的一起唱出来 对未来满魂喜悟光 我爱帮着我们 让生命发光 耶 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 台北市新义区 博爱国小的徐建华校长 校长好 好 九哥好 典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校园特光队 邀请到博爱国小的徐校长 上次来到的时候 四年前 校长那时候在东兴国小 那我们上次介绍博爱国小 已经是在八年前了 就是在2007年了 所以呢 欢迎现在的博爱国小的小朋友 我们先来问问看校长 对 我们先来问问看校长 对 我们说 你喜欢学校什么地方 又有什么东西 是想要跟校长说的呢 上次博爱国小的小朋友 今天都已经大学 快毕业了 对 很久以前了 时间过得好快 我们现在赶快来广播一下 我们的那个call in 电话是 8369-3398 8369-3398 所以在小朋友 准备打电话进来之前呢 我们先来问问看校长 对不对 博爱国小 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知道 他在这个信义区 在信义区 靠什么地方啊 好 博爱国小他在信义区 中人路95项 它是一个就是 比较特别的 它是在信义重画区里面 它是唯一的 信义重画区里面的一所学校 那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它是把国小跟国中 那隔壁我们是新亚国中 隔壁还有国中 对 两个在一起 那所以我们那边的规划 是相当的完善 那旁边 两个学校旁边都是公园 那学校前面的那个步道啊 是机车 汽车都不能走的 它是就是人行道 就是我们学校 两个学校之间的 那个通行道 对 所以学生可以很安全的 在那边走 是的 有错 所以这校长 你那学校是在这个 很高级的信义区 就是了 就在那边去逛百货公司 很方便 不敢往那边走 所以 国外国小大概有几班的小朋友们呢 我们的普通班有74班 那 对 五六年级是13班 其他都是12班 那13班是因为我们五六年级都有体育班 就再多一个体育班 那我们还有自由班 还有彩虹班 还有幼稚园 那大概零零总总 加起来大概81班 嗯 很大的 所以学校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学校 算是 那腹地也很大咯 呃 两公顷多 对 哇 不小 不小 嗯 我知道体育班跟自幽班的学生大概是怎么样 请问彩虹班的小朋友是在干嘛 对啊 彩虹班 呃 呃 呃 我们希望是说每一个学生他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的那个 画出人生的色彩啦 那有些小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忙 嗯 那在彩虹班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开发他们的潜能 让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 呃 适性 对 可以快快乐乐的学习 就是稍微需要多一点点帮忙的小朋友 是的 没错 哦 了解了 好我们在那个线上已经有小朋友打电话进来了耶 好 我们来接一下罗帽群的电话 帽群你好 你好 嗨 帽群你要不要跟校长问一声好 校长你好 帽群你好 帽群你好 你好 嘿 帽群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吗 你乖小声一点 好 怎么了 什么东西很大声啊 刚刚 旁边很多人耶 没有啦 只是刚刚在听广播 然后开了开了比较大声 哦 我懂了 帽群因为你们家在用广播收听 所以呢 网路收听 你把网路的那个声音关小 否则 因为我们有点时间差 有 关掉了 好 帽群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对不对 对 那你之前都在干嘛 之前 这个时候睡觉了是不是 之前在干嘛 之前大概都是在家里啊 看书念书 对 旁边有谁啊 我听到妈妈的声音 对 还有谁呢 妹妹 还有妹妹啊 好 就妈妈跟妹妹两个人吗 对 好 所以帽群告诉你了 九点钟的时候 其实打开收音机听广播节目 也是蛮好玩的事情的 没错 而且呢 我们现在要来热烈的欢迎 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的朋友 我们要来欢迎 罗帽群 欢迎欢迎 欢迎 罗帽群妈妈 还有罗帽群的妹妹 耶 欢迎你们 欢迎欢迎 高兴有新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天了 没错 欸 冒群我要先跟你说 现在呢 典姐要先念那个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 一个关于重数的题目 好 先典姐要念题目给你听 那你答对的话就可以得奖 所以要注意听一下 好 好 说到重数 你知道我们国家的植树节是哪一天吗 3月12号 1 9月9号 2 3月12号 3 12月24号 4 4月5号 3月12号 3月12号 他已经迫不及来答3月12号 可是你知道3月10号又是什么吗 又是纪念谁的吗 纪念谁喔 纪念谁喔 嗯 呃 好像是 我想一下 好 我们不爱国家的老朋友 对 有提示吗 有提示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领袖 对 他的世事纪念日 啊 你知道是谁吗 创 我 你知道是 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吗 还是蒋中正先生呢 国父孙中山先生 答对了 很聪明 好 恭喜你可以得到 如果儿童剧团流浪狗之歌第二集 等你的贵宾券四张 好 好 好 毛泉千 恭喜你 接下来呢 校长在这边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校长的呢 嗯 嗯 现在可以吗 不好意思 毛泉你好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问校长啊 不跟校长 什么事情啊 嗯 或者是 没有耶 没有啊 没关系 那你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校长好了 你平常在学校都会看到校长吗 会 因为打篮球的时候校长会来看我们 哦 好好好 那你要跟这个其他还没有看过校长的这些听众朋友 我们来介绍一下 校长是长的高高的呢 矮矮的呢 胖胖的呢 瘦瘦的呢 来介绍他一下 高高瘦瘦的 然后有戴眼镜 哦 真的耶 嗯 帅不帅啊 嗯 还没帅的 有教育 非常的好 然后看不到校长的东西没有关系 等一下九哥年姐会跟校长合 合照 对 你们像我们的官方粉丝团就看到校长很帅帅的样子了 哦 校长也非常可爱和亲 冒险啊 刚刚校长说你们学校是在这个信义区对不对 对 你要不介绍一下你们 你觉得学校附近哪边好玩 所以没有去过博爱国家小朋友 可以去你们学校附近玩 篮球场 篮球场 学校的篮球场 为什么篮球场比较好玩 因为篮球场宽很多 然后呢 可以一直打篮球 而且有一点下课是二十分下课 二十分钟的下课时间 哦 所以大家都去打篮球去了 对 那冒拳你们说有 你是体育班的吗 我是篮球队的 哦 篮球 对 这么喜欢打篮球 冒拳你长多高啊 133公分而已 在我们篮球校队里面是高的还是矮的 嗯 算矮的 那你是打什么位置 还不知道 因为现在才四年级而已 哦 对 四五六年级 教长说没有关系 教长是 四五六年级 他都有这样的训练 然后我们从四年级开始收 我们喜欢 新的新生 对 小朋友喜欢打篮球的 就进到篮球队来 然后五年级就 四五年级 他开始会打比较正式的训练 嗯 然后六年级就会对外比赛 哦 这个篮球队我们家长也都还蛮支持的 嗯 听起来我们冒拳非常喜欢打篮球 所以冒拳很棒啊 所以你看你等 你现在先进去才刚进去 然后你就努力一直打篮球 然后到最后就可以出去外面比赛了 对 我觉得很开心 加油 加油冒拳加油 来上方你加油了 OK 谢谢冒拳打电话进来哦 对 你先电话不要挂 我们把票送到你的手里 然后我们点一下sky 接一下 赖佩妮的电话 佩妮你好 佩妮 佩妮 你好 你好 佩妮 好可爱的声音哦 佩妮 佩妮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吗 第一次 第一次哦 那你旁边有谁啊 有妹妹和妈妈 那也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那也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没有热烈掌声 掌声欢迎赖佩妮的妈妈 还有妹妹还有赖佩妮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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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妮 佩妮 你要告诉校长是几年几班的吗 我是黄乡老师教 二年十二班 二年十二班 对 二年十二班 讲老师的名字 校长马上知道 是哪一班的了 好厉害 那你有什么事情 想要跟校长聊聊的呢 就是 你要说你好 你好 啊 打电话给校长 你好 跟校长问好 明天可以到校长室来领奖 好好 好棒 对 佩妮要不要帮告诉我们说 你平常最喜欢学校什么地方 多介绍你们学校一点 平常 嗯 刚刚那个谁 你平常都喜欢打羽球 哦你是喜欢打羽球 因为我是羽球隊 好好哦 所以二年级就跟他羽球队是吗 校长 对他们都有社团又有校队可以参加 礼拜二下午要训练 嗯 礼拜二下午要训练 所以校长好像这样听起来 不爱国小的体育方面好像非常非常的好 对我们有篮球队有羽球队 有溜冰队有游泳队 那这是校队 那其他的体育团队就是像舞蹈啦 也有学肚皮舞的啦 那热热热舞的都有 还有肚皮舞 是 好特别 小朋友有跳肚皮舞的 对对对 男生也可以跳吗 看起来好像都是女生在学 好 那所以说体育方面是很多元化的 对对对 我们是尽量提供让孩子可以发挥他自己 说唱啊 希望 希望学什么 然后我们就提供他这样的一个资源 让他们去学 嗯 佩妮啊 佩妮啊 学校里面听起来运动设施还蛮多的 那请问学校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我比较 因为我是带头 然后 而且我是以后在礼拜二下午要训练 然后一到四早上要训练 一到四 好忙欸 一到四的早上也要训练是几点开始啊 离拜一到四是早上几点啊 七点五十 所以你很早就要去学校了 嗯 不一定 有时候八点 有时候八点 七点半到八点十三 要去跑步 要去跑步哦 跑步 如果越晚到就 越 跑越多 哈哈哈哈 就一直跑十五圈 蛤 什么意思 你只要晚到就是会 会被罚的意思吗 就是说要去跑 有时候如果很早到 嗯 然后 如果 没有 那个 我如果没有 那个 好好打 或是在那里发达 就会被罚 呃 佩妮妳是要 要告诉我们需要有体罚的情绪 哈哈哈哈 不是罚啦 是让你更 锻炼 锻炼妳的那个身体 让妳的肌肉更结实 嗯 对 不是罚你知道吗 是一个训练哈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佩妮打电话 对 你不要让嚇他啊 对 对 喜欢羽球 对我觉得很棒啊 你怎么 这个 怎么会想要打羽球 然后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对羽球有幸福 对啊 所以要努力锻炼身体 老师是希望你能够锻炼身体 然后以后会打的更好 对 对 这样子就知道了 佩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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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刚刚九哥问你不是你们什么叫训练 是要问你们学校附近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刚才跟我朋友去玩 去哪里玩 学校外面不是里面 学校的外面 不是公园玩 学校外面 刚刚校长说学校外面就是公园了 不是 就是那个有溜滑梯的 有溜滑梯 学校还有这个溜滑梯 后军二年时班 那你是在学校里面 对 是我们一个第一年级的游乐区 OK 非常谢谢佩妮今天打电话 进来给我们 谢谢咯 拜拜 拜拜 我们今天还是有做这个 真心好朋友的活动 所以呢 我们刚刚打电话进来的小朋友 都可以 在最后还可以有抽奖的机会 哎呀忘了跟那个冒犬说 那他 冒犬已经有了 他是一号 不是 他已经得四张了 从佩妮开始 对 佩妮是一号 赖佩妮是一号 他如果抽到你的话 你也可以获得那个票券 四张票券 好 好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点 阿兹回来跟校长聊天 儿童新闻 听场场哥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你有没有忘记交作业呢 如果真的没有交 你会不会想出 一大堆的借口来说 为什么没有交呢 最近啊 网路就流传了一张纸条 这个内容是关于 一名小女生的爸爸妈妈 向老师交代说 女儿不写作业的理由 这个理由呢 超惊人的 因为字条是这么写的 请给梅迪 就是这个小女生了 多一天的时间 完成回家的作业 我们家中有大事 导致她无法完成回家作业 因为她的祖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是的 梅迪的祖父呢 正是英国科学家林达 她与另外两名的美国学者呢 凭着对DNA修复机制的研究 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原来得大奖 你真的可以是好的领域 就是家里面大事发生 对对对 是的 另外一个新闻跟大家分享了 跟昨天有关 在昨天的节目中 张子刚说 乐高是他非要不可的东西 其实对一位德国的设计师来说 也是 从2007年开始 这个设计师就在德国的 柏林街道上面 使用乐高积木 填补路边砖墙上的缺口 让原本受损的砖墙 有不一样的新风貌 每一块不同颜色的乐高积木 用砖墙结合在一起 多了艺术的气息 让整个市容充满了朝气 深受大家的喜爱 这项别墅新材的 修复市容的计划 虽然一开始会让人以为 是乐高积木厂商的 另类广告 但渐渐的市民才知道 它背后的用意 几年下来的这个计划 已经扩展到 全世界35个城市 也让各地的人们 运用自己的设计巧思 利用小朋友手上的宝贝 反转大人的思想 让自己的城市 有不一样的艺术气息 这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刚刚点姐说 我们到那边一直在下雨 我们看明天的天气如何呢 欢迎回到我们的九点场场棍 我们今天进行的是 校园特工队 在我们现场是台北市 新义区博爱国小的 徐建华学校长 现在就要请那个校长 再跟我们多聊聊 学校里面有什么好玩的特色 好 小朋友之类的 那我到博爱国小是今年8月1号 很新耶 还没有满三个月 不过对学校我有特别的感受 就是整个学校的校园的气氛 是非常的优质 那我觉得有三多 第一个社团很多 我们有将近有50个社团 有50个学生社团 好多 志工 志工也多 那我们志工总共有375人 那包含交通 交通导户 还有我们的爱心陪读 还有卫生保健 资源利用 还有图书利用组 还有城光故事 还有美化绿化 这些志工妈妈们 都会在学校里面协助 我们的小朋友的学习 所以也有是有故事 像很多学校不是都有故事吗 早上都会去讲故事 对 学校也有 也有 对 然后我们学校爱心特多 爱心特多 对 博爱国小嘛 所以要有很多爱心 要有很多爱心 对 那像我们 就讲学生跟学生之间好了 那我们有一个 大手牵小手 就是一年级的小朋友进来 我们是有六年级的哥哥姐姐 就带着一年级的小朋友 比如说一班就对一班 六年一班就对一年一班 然后六年级的小朋友 就来服务一年级的小朋友 带他们认识学校 让他们赶快融入 学校这样的环境 所以老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付出 对我们的孩子 也都很关爱 那家长也对学校 也付出了很多爱心 不管是出钱出力 我想这个大家都 对学校都非常的认同 所以在这样的人文气息之下 我们学校大概就分阶段 我们会有不同的重点 就是我把国音术先拿掉 就学习的先拿掉 我们在品德教育来讲 我们透过了一二年级 我们做经典教育 也就是说他们去读地址归 这些圣贤书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诚心正义 然后我们在三四年级 我们还有一些故事妈妈会进来 然后到五六年级 我们的活动就很多 小朋友就参加了各个社团 都代表学校出去比赛 然后建立他们的信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很有节奏的学校里面 然后也很有规范 然后小朋友在整个生活发展上面 学习或者是 我觉得很完整 非常完整的 而且其实 而且很丰富 非常丰富 他想要学什么 我们都有提供 对 刚刚听到就是校长说那个爱心 就是说六年级带一年级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因为我印象中我们小学的时候 等到我应该说一年级进去 对六年级的学长姐 其实是很陌生的 因为隔了很多年 然后像我们学校以前 一年级 一二年级 跟四五六年级 那个校 那个楼 那一栋楼是不一样 就是你知道是分楼 尤其是一二年级 都会放在比较低的楼层 像一楼二楼 我们学校分前后栋 对啊 那六年级在后面 那一年级在前面 我们以前是分有别的洞 所以我们好像跟六年级 都没什么见面关系 但是我们的六年级 就是来带学弟学妹 所以我说这个感觉很特别 对 很好 那我们另外还有 这每个礼拜会有那个心灵早餐 那会有这样子 比如说说个故事啦 比较属于就是我们 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感想的 比如说月亮在看你 像这样的故事说 晚上去偷东西 反正黑黑的没有人看 但是月亮在看你 月亮还会带惩罚你 这个心灵 这个心灵早餐 也是很有趣的一点 刚刚跟黑校长聊了很开心 我们知道更多 关于不爱国家的故事 不过现在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回来 会接一个亲密日记 所以小朋友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空影转检是 8369398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亲密日记 星期四 零零要考试 今天的我 欢迎回到我们的九点长长棍 现在要进行的是 亲密日记的单元 今天线上已经有一个小朋友 打电话进来 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心情 林凯轩 凯轩你好 你好 校长也在 要跟校长说一些 校长你好 凯轩你好 凯轩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第一次 第一次 然后你今天也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对不对 好棒哦 我们今天好多新朋友 对啊 那你刚刚有听到说第一次打电话进来人会怎样对不对 嗯 有很兴奋 你旁边有谁 谁啊 旁边有谁 除了 我跟我 嗯 妈妈 有妈妈 有妈妈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欢迎林凯轩跟她的妈妈 欢迎欢迎 耶 我们有新朋友进来了 欢迎欢迎 凯轩 那你来告诉大家一下 你今天心情如何 还不错 还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 可以打电话进来 在学校玩得很开心 哇 在学校玩得很开心 那你有参加什么 运动校队的吗 运动教会 你在有参加什么运动吗 没有 三年级还没有开 三年级 对 校队还没有开 你这是我在玩 帮我吃鸡球 哦 有了 有了 是鸡球球 哇 真的耶 这个是运动很棒的 是的 运动强生 对 嗯 好 我们先谢谢这个 凯轩打电话进来 凯轩我跟你说 你是2号 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抽 真心好朋友 如果你抽中你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四张会兵券 好 所以先在收音机前面 再继续听一下 先跟你说拜拜 好 我们现在要先请校长 这个时间很紧张 先请校长来出一下私房题 好 各位亲爱的 不爱国小的小朋友 听好了 校长要出题了 在二楼大办公室 前栋跟后栋之间有一条桥 我们叫它什么桥 桥的名字是什么啊 什么桥 什么桥 所以教长是几个字啊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什么桥 校长先一个字 好好好 那我们就 我们这个 说不要透露愿太简单 好 我们这个呢 就知道答案的人呢 你就可以上我们的 那个 联书的官方粉丝团 等一下看到九哥点解 跟校长的合照呢 就可以把你的 答案 还有你的姓名 跟你的班级 记得要写上去 好不好 对 好 明天我们在节目中 会抽奖 会公布对得奖的名单 你也可以传真给我们吧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我们的传真专线是 83692598 83692598 也不要忘记 在传真上面写的答案 跟你的班级跟姓名 没错 最后呢 还剩一点时间 我们还是要跟校长 再多聊聊这个 不行再多聊聊 我们要抽奖 好 我们先抽奖 好 那再请校长 讲最后跟 不爱国小的小朋友 讲一下鼓励的话 好 很重要 所以是先讲 我们先抽奖 先抽奖嘛 好 好紧张 现在单号呢 就是赖佩妮的奖 双号就是林凯轩 好 一号 是我们赖佩妮得到奖品了 恭喜佩妮 恭喜二年十二班的赖佩妮 可以得到四张 等你的贵宾券 好 最后还剩下一年人的时间 我们请徐校长来 最后来勉励我们小朋友 国外国小的小朋友 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那校长刚到学校里面 看到每天 看到小朋友 高高兴兴的上学 平平安安的回家 这是校长最高兴的事情 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会有一些挫折 高兴或者是不高兴 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挫折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种磨练 那很高兴的事情 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 变成自信 那所以在学校里面 不管是你学到了任何的经验 都是成为你一辈子的资产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博爱的小朋友 珍惜你们在博爱的每一天 哇 好谢谢校长 很感兴 对啊 很感兴的一番话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 在博爱国小里面 真的可以学习好多 因为生活 我刚刚听校长这样介绍 课程还有生活都好丰富 不过今天因为很多的新朋友 打电话进来 所以九哥再稍微啰嗦一下 想要回答刚刚校长说 这两栋楼中间的桥 叫做什么桥 那小朋友呢 可以上我们脸书的 News98的官方粉丝团 在上面会看到校长 跟九哥点姐的合照 在下面留言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边呢 就祝福博爱国小的小朋友 都能够快快乐乐地长大 谢谢校长到节目中来 谢谢校长 谢谢小哥 谢谢别姐 晚安 拜拜 哎呀 快十点了 大朋友小朋友 是不是上床睡觉了 鬼鬼奶奶 还早呢 哦 还早 那你们想做什么呢 听故事 对 对 听故事 从前 从前 哦 怎么又是从前 对啊 哎 故事不一样吗 可是开始当然都是 从前 从前 手材奴的金块 嗨 你有钱吗 你有红包钱 你有压岁钱 你有零用钱 你会存在邮局 还是银行 还是妈妈帮你存着呢 其实 小朋友 大朋友 都要学会 怎么使用金钱 才能让自己更快乐 说个故事给你听了 从前有一个富翁 他很有钱 可是他很小气 一毛不拔 不管对自己的家人 朋友都是一样的 这个富翁啊 把他所有的财产 统统卖掉 房子卖掉 车子卖掉 什么什么都卖掉 他换什么东西呢 换成一块一块 黄金 哎呀 这些金块 他把这些金块 藏在什么地方呢 藏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 一个隐秘的地方 是他的秘密 然后呢 他每天呢 就去看一下 每天就去看一下 从来不曾间断 朋友都笑他是 哈哈 守财奴 他一点都不在意 因为他唯一在意的是什么 对 就是那些金块 每天守财奴 就数这个金块呀 猜擦这个金块呀 洗洗这个金块呀 摸一摸这个金块呀 他的心里就 开心的不得了 有一天 这个守财奴一样 又去看看他的宝贝 金块的时候 哦哦 被一个游手好闲的 年轻人 不小心给他看见了 哇哦 这很多很多钱呢 这个年轻人呢 立刻就起了贪念 他偷偷地 就跟踪这个守财奴 知道他的习性 就趁一个月黑风高 都没有人的夜晚 把那些亮晶晶的金块 通通给偷走了 第二天 守财奴 像他平常一样 又来看看这些金块 一打开 哦 他发现里面呢 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了 他简直吓坏了 啊 他又看了一下 嗯 他实在不相信 他知道被偷走了 他很生气 又很难过 他根本不相信 自己看到的 怎么会这样 站在那边 好久好久 他终于忍不住了 他 哭了 啊 手财奴 他 到底是谁 凶顿足 嚎啕大哭 哭得是 眼泪 鼻涕都喷出来了 这个时候啊 旁边经过了一个路人 他听了他的故事啊 他就对这个 守财奴说 哎呦 这位先生 你不要难过了 我来教教你吧 你啊 只要去捡一些石头 放在原来放金块的地方 把它们想成是金块就可以了 你想想看啊 反正你光看不用 金块和石头 又有什么差别呢 是吗 你如果有钱 你不会好好的使用 就算呢 你有一座金山 也是没有意义的